这场比赛67公斤级的一场较量 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的胡正 蓝方选手是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的吴建国 这两位可以说是新秀与老将的对抗 吴建国是武林峰的首秀 胡正是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征战武林峰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武林峰的楼台上 出现 是 他的拳击呢八胜六腹 同时呢有三次是KO 他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一个选手 但是吴建国上来打得很凶啊 一点也没觉得是那个首秀的样子 突然这么大 叉开的往前走 到人出场 亮晓晓德 韵晓德 陈赛 这几下 这是 这是1段时间没拿比赛 然后所有的人都反转了吗 我们在里面说这个比赛打得很有戏剧性啊 正想在说胡正的状态呢 是 就用建国反过来 看来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 都需要蓄一会儿劲 是 然后再输出一波进攻的 这一番打得让我们一下就觉得这个 精气神来了 这有点像这个 有些带来那个悬疑电影的套路 先给你往一个方向引 引着引着给你做一个反转 漂亮 这种今天这个拳法挺犀利 连续的 对 这个又滚又混 不要放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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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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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对 胡正也不可大意啊 对 你有的 吴建国 他也有 是 而且他的气势上不输 是 这个 在这个能力上呢 也不输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场 还真是挺挺挺挺好看的一场比赛的 嗯 胡正 这还是有点偏 放松 那手一直在下头放 是 对 站住 对 站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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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漂亮 漂亮 把这个机会抓得好 对 对方手放下的一瞬间也才塞过去 站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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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主要还是在拳打的对方上 是 因为腿基本上是 哎呦 这场比赛感觉 就是很有很有信心 嗯 就一下就觉得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就热烈了起来 确实是 就是那个刚觉得好像有一方这要占优势了啊 哎 他好像跟青年了似的 谁说我不行 是 然后马上给你给点颜色看看 是 我正应该给你看看啊 这个有意思这个比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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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是在看这个无建国的伤啊 好 医务监督在看再去判断一下能不能这个比赛继续 如果说他的伤口过深过长 那我们医务监督会终止这场比赛 应该看刚才裁判的手势应该是 医务监督给了建议 不建议他进行比赛 对 但是 他刚好在眼皮上 不见国看来还是这个心有不甘啊 是 他觉得哎呀我可以 我觉得挺遗憾的我要继续打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以保护运动员的这个 运动生涯和他的这个健康安全为第一要务 对 但其实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二局 南方 音伤器权 红 方圣 2 1 2